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白白國文,我是白白老師 今天這支影片呢,我們要來講解108年的指考國文 那在進行題目的解析之前,我先大概分析一下今年這份試卷 今年這份試卷呢,如果我們看一下這個圖表 在這個圖表當中可以發現今年108指考的文言文差不多佔了四成 那白話文佔了六成左右 如果相較今年的學測,如果今年108的學測文言跟白話的比例差不多是5比5 所以今年白話的,就今年指考的比例是四比六,文言是白話六 所以這個可能是為什麼大家覺得今年指考會比較簡單的原因 因為白話文的量有提升 然後再來是課內跟課外的比例上 如果今年的課內選文差不多佔了三成 那課外的素材差不多佔了七成 這如果也相較107年指考 107年指考差不多是二比八 課內的二課外的八 所以今年指考課內的量反而是稍微有提升的 所以這都是整體來說 為什麼今年指考大家寫起來會覺得中間偏異的原因 那再來呢,我會挑幾題比較困難的題目 或者是學測跟指考比較常考的題型來做解析 那首先呢,我們先看今年的第三題 今年的第三題其實不會太難 只是因為這種題目大考非常愛考 所以我還是挑這題來講解 這種題目應該大家寫起來有時候會覺得很頭痛 就是他要你選詞彙進去他的那個語句裡面 可是這種題目在考的常常不是理性的邏輯 而是感性的情感或是他透過這個詞彙的比喻 那我們來看一下假 先看一下假為什麼要選的是抽搐而不是張揚 假你看因為他其中有提到他說他浮在竹床上痛哭 如果既然這個情緒是痛哭 他後面用張揚這個動詞會很奇怪 因為他用的是痛哭 所以他指的應該是那個裙子皺起來的狀態 因此才會選的是抽搐 而且抽搐比較符合痛哭這個情緒 那再來如果以又更簡單啦 因為他說從自身的記憶並且什麼什麼什麼 折取他人經驗的片段 如果這邊你很明顯應該看得出來 籌謀未雨一定是錯的吧 籌謀未雨指的是要在事情發生之前先做好考量 在事情發生之前先想好未來的後果 這邊怎麼看放籌謀未雨這個成語都很奇怪嘛 所以這樣子應該第三題答案就很明顯出來了 那再來我們來看第四題 第四題今年這題其實算是蠻簡單的 就是排列句子的組合 因為往年常常考的是文言文的排列 但是今年考的是現代散文的排列 所以算是還蠻善良的啦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這一題到底應該要怎麼選答案 我們首先看這幾個嘉義丙丁霧 你會很明顯的發現丁跟霧有什麼 丁他有提到也越能引發讀者的共鳴 他用的是也越能 然後如果霧他提到的是他的作品節奏越自然 那你很明顯都看到越什麼越什麼 這樣子霧跟丁一定是結合在一起的嘛 而且一定是先霧在丁 因為越自然他後面才會提到也越能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霧跟丁一定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如果霧跟丁結合在一起 我們就可以把B跟C把它刪掉了 那剩下了A跟G 如果剩下A跟豬這兩個選項也很明顯了 剩下A跟豬你再回去把這些句子 把它就是重新代入應該就蠻明顯的 如果豬這個選項我們整個把它重新代入來看一下 他說 越是技巧高妙的詩人 他的作品節奏越自然 也越能引發讀者的共鳴 然後形式上有孕與否 吸聽自然不必勉強押韻 但也不必刻意避免用孕 這樣豬應該答案就很明顯了 如果A比較奇怪的地方 我們也來看一下 他說越是技巧高妙的詩人 吸聽自然 形式上有孕與否 不必勉強押韻 然後他後面提到 又是節奏的問題 可是你看他這一個 就是他這整個排列組合的最後一句話是 不必故意避免用孕 所以應該他最後討論的要是用孕的問題 而不是節奏的問題 這是A這個答案在邏輯上面錯誤的地方 如果 如果 他前面先談論的是節奏 後面談論的是押韻的問題 才會符合他的最後一句 才會符合他的最後一句 但也不必故意避免用孕 這樣 這是今年第四題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第五題 第五題這一題我覺得算是蠻難的一個題目的 蠻難的原因是在於 今年的第五題裡面的選項蠻多是課外的課文 所以還蠻困難的 我們先看 先從A開始看起好了 他問前後意義最相近的 如果A他說聖人遇上民必以言下之 遇先民必以身後之 這句話是出自老子的 他講白一點就是在講說 一個上位者要把自己的利益還有地位放在人民的後面 這是A前半部這句話的意思 如果A後半部這句話是出自論語裡面的 他說先知勞之 先知勞之指的是在講 就是要以自身作為楷模 然後為人民來付出 替人民付出要非常的勤勞 A的前半部跟後半部強調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前半部在強調是要把自己的位子放在人民的後面 可是後半部在講的是要替人民付出 然後付出的很勤勞 所以A前後的語句意思是不一樣的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B前半部這個意思 B前半部這個意思大家看到應該會要很熟悉 知道他是援軍裡面的課文 援軍裡面的句子 因為援軍是我們的課文嘛 所以看到要很熟悉喔 如果B前半部他在講的就是 是軍王不應該把自己的利益當作利益 要使天下的人民受到利益 然後不把自己的危害當作危害 使天下的人民免除他們的危害 講白一點就是軍王的責任是要心力除害 這是B前面的句子 那如果B後面那個句子在說什麼呢 他說明知所浩浩之 人民所喜歡的軍王也喜歡 人民所討厭的軍王也討厭 所以這個為什麼跟前面那句話相同的原因就是 既然人民所討厭軍王也跟著討厭 所以軍王該做的責任就是把人民討厭的東西也解除掉 然後人民所喜歡的東西要做一個軍王的責任也要施加給他 那再來如果C這個句子我們來看一下 C前半部這個也是課文裡面的是勸學裡面的句子 勸學裡面這個句子在講的是要專一嘛 要專一才會有顯赫的功勞才會有智慧才會智慧清明 那如果C後半部的這個句子我們來看一下 他提到要多聞要多聽而且要盛言其餘 然後要多見而且要盛行其餘 講白一點就是要多聽多看可是還是要盛言盛行 所以C很明顯前後句子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那再來朱這個句子的前半部我們來看一下 朱這個句子的前半部出自孫子兵法 他說拔人之城而非公也毀人之國而非酒也 這個意思講白一點就是打仗不是完全靠功成 然後還有九戰而是要靠戰略要靠一些謀略的 然後如果後半部這句話出自莫子 他說殺十人就十蟲不義殺百人則百蟲不義 這個也很明顯意思是不一樣的啦 殺十個人十倍的不義有十蟲的罪 殺掉百個人就有百蟲的死罪 但是前半部講的是戰爭上要使用策略這樣 這是今年的第五題 第五題今年我覺得還蠻難的 因為好幾個文言文都很困難 那再來我們來看今年的第22題 今年的第22題其實也不會很困難 只是因為對聯指考非常的愛考 所以今年我還是挑了這題來講解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對聯有一個基本規則 就是上聯的最後一個字一定要是這聲 那下聯的最後一個字一定要是平聲 那他現在要你選出排列順序正確的選項 我們先用刪去法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A跟C他的上聯最後是丙這個句子 可是丙這個句子它是就會無影無蹤 蹤很明顯它是平聲 所以現在A跟C都可以刪掉了 所以第22題我們目前剩下B跟豬這兩個選項 那剩下B跟豬這兩個選項要怎麼選呢 我們可以透過意思來選出B跟豬到底哪一個是對的 如果B跟豬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他的其中有一些句子有提到 宋江醉酒的時候在B上提詩 可是他的那個B上是在尋陽樓上面提詩嘛 所以應該以跟幾是同一組的 然後還有既然是提詩才會提到寫的有聲有色啊 所以這樣子以丁幾它會是同一組 因為它是在尋陽樓上面提詩 而且它形容它提詩寫的有聲有色 這樣這題答案應該也很明顯了答案就是豬 那再來我們來看25跟26題 25跟26是一篇白話文的題組 這篇文這篇白話文其實不會太困難 我主要講這篇白話文主要是為了講第26題 第26題可能對大家來說會比較抽象一點 我們先看這篇白話文大概在講什麼 他的25題問的是說中國古典詩歌用間接 空襯的方式來表達情感的原因是什麼呢 在這篇白話文裡面的第三行他就有提到了 間接空襯的表現手法能夠成為主要的創作模式 主要是根源於古典文化的論述中對語言表意功能的質疑 所以是對表意功能的質疑 這句話講白一點是什麼 因為有時候詩人或是一個創作者他的情感是很難完全用文字來表現的 就是文字還是會限制他的表達性 所以他才會提到對語言表意功能的質疑 因為情感還有意境這種東西本身是不可捉摸的 所以語言不一定能完全表現這個創作者的情感 因此25題才會是言不敬意這個選項 那再來第26題他問符合上文化底線的表意方式是 他上文化底線的是他說 情意又是間接借助語言文字所承示的對象加以轟襯 所以需要有個東西加以轟襯 就是透過某種意象來轟托出個人的內在情感 所以需要有意象來襯托出這個創作者的情感 那為什麼26題答案是A呢? A這一個句子是出自杜甫的詩句裡面的 他說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歐 這邊杜甫是透過廣大的天地當中有一隻小小的沙歐 來形容自己到處漂泊不定的悲哀和孤獨 所以A是有透過一個意象就是沙歐 透過這個沙歐這個意象來烘托個人的內在情感 所以26題答案才會是A 那BC豬都是直接敘述而已 他沒有透過一個意象來烘托自己的情感 就是26題為什麼是A的原因 26題可能對大家來說會有點困難 感覺比較抽象一點 那再來我們來看多選題的第42題 第42題多選題今年出的是一篇白話文 在討論人類的本能還有社會話 那這篇白話文我們來看一下第42題 第42題他問說人會在行為發出之前有所思考 而且會選擇自己的行為方式 考慮行為後果以及對自己的利或弊 42題說下列文句哪一個符合畫底線的這個選項呢 他畫底線的那個選項講白一點就是 人會衡量他的選擇對自己帶來的好處 講白一點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要選一個人是經過思考後的選擇 而且這個選擇可能相對對自己是有所好處的 那第42題我們來看一下 你一定要挑一個是有所選擇 而且對自己有好處的 我們先看豬喔 豬這個選項是出自孟子的 他說生是我想要的 義也是我想要的 如果兩者不可兼得 他會捨身而取義 這個你很明顯他看到了二者之間 他原本有所猶豫 可是如果不可兼得 他還是會選擇義 所以這是在選擇過後 他覺得義對他來說是相對好的 所以這個是有選擇 而且經過思考 而且對他來說相對好的 那如果再來 義 義這個選項是出自建築客書的選項 他說秦王今天棄 即問寇佛而就正位 退堂針而取韶瑜 他說這樣子是為什麼呢 因為快義當前事官而已 這邊有沒有選擇呢 有啊 他今天棄了秦國這種難聽的 即問寇佛 今天棄了秦國難聽的音樂 而去聽正位 而去聽韶瑜的音樂 因為對秦王來說 正位跟韶瑜的音樂才是好聽的 所以這也是有所選擇 但是思考過後選擇對他來說比較好的 所以答案才會是豬跟一 那如果ABC都是沒有選擇的 ABC都是沒有在猶豫 或是也沒有對於最後他的選擇是什麼 有所表態的 因此第42題才會選擇是豬跟一這樣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年108年指考的解析 也因為時間的問題沒有辦法一題一題的講解 但是呢也希望透過這幾題的分析 讓明後年的指考生 也能夠比較了解未來的方向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訂閱還有按讚喔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把答案 很高的 解析